接下来的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把重点时间交给海宇 大家好 全球现场时间呢 首先先来关注 二月到现在的俄乌战争 已经超过了300天 克里姆林宫呢 对平平实力的战况 宣布要把士兵的数量 从110万人 115万人呢 扩增到150万人 英国国防部在昨天的时候表示 这不仅是为了要应对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现在其实呢 还得处理战争到现在 在俄国国内面临的其他挑战 也包括了俄军的士气非常低迷 而且美媒更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结果是不如预期 其中一个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普丁 他担心会受到监控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避免使用网络 转而是仰赖幕僚 他们提供给他的职本文件 那么这也代表 有关乌克兰的最新战况 都得等到几天之后 才会来传到普丁的手里 所以等到普丁 他下令新行动的时候呢 可能都已经太晚了 因为俄军在前线的消息呢 得先由指挥官 发给联邦安全局 接着再从联邦安全会议呢 才转到给普丁的手里 那么这项说法呢 其实并不是谣言 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 他就曾经证实 普丁确实没有智慧型手机 那么面对看不见镜头的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22号首度以战争 两个字来形容 跟乌克兰的冲突 他说自己希望这个战争 可以赶快结束 不过这两个字 现在也引发了国际上的讨论 因为战争以来 普丁他一直都称 这个是特别的军事行动 就是不提战争两个字 还实施法律 要将当局认定 有关战争的误导性术语 全部都定罪 而且最高就可以判上15年 国际上的舆论都在质疑普丁使用战争两个字已经触法 不赞同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俄国官员 现在也正试图对普丁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这两个字确实已经构成普丁他自己认定的散播假新闻 不过根据CNA引述美国官员表示 普丁他可能只是口误不小心说错了 而在乌克兰方面 总统泽伦斯基在21号的时候访问美国 选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众院议长裴洛西 他的议长一直即将画下据点的前夕 泽伦斯基他带回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的 18.5亿的美元军援 包括了爱国者的防空飞弹系统 不过现在纽约时报却针对这个耶诞大理做出分析 认为尽管泽伦斯基他这一趟访问看似非常风光 但是乌克兰的耶诞的愿望清单呢 包括了主力战车还有战斗机还有精准飞弹 拜登政府可是一向都没有给 最后只给了爱国者 所以泽伦斯基他基本上呢是空手而回 美国官员表示这是因为美方 他们现在最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不要给普丁任何可以扩大军事的借口 而且就算爱国者他可以带来新的助力 但是以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来看 项目实在太多 可能会导致操作的复杂性升高 整合能力也可能会更加复杂 那么尽管赵伦斯基他要不到自己的耶诞礼物 但是今年全世界的小朋友期待可不会落空 因为北美的防空司令部 在每年的耶诞节都会出动 雷达卫星还有高速的数位相机 让全球大小朋友可以一起来follow 耶诞老人他们的最新位置 小朋友他们可以精准地掌握自己 什么时候要收到耶诞节礼物 Andersq So on a daily basis actually NORAD is involved in monitoring the North American airspace for Canada and the US to ensur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at airspace above both of our countries 但在24日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就是 還要用同樣的工程 同樣的人 同樣的系統 同樣的系統 但這個時候 要追求Santa 我們已經做了67年 追耶誕老人這個系統 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項公關服務 而這一切的企圖 都是一場美麗的錯誤 其實故事要說到1955年的平安夜 當時美國是一家報紙 刊登了一個廣告 邀請小朋友 他們都可以打電話給聖誕老人 但是卻不小心 把電話號碼印錯了 變成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電話 當時的指揮官舒普 他就要求所有的員工 都要給小朋友一個交代 必須向小朋友他們打電話 來回報聖誕老人的位置 那麼這項服務 最後也變成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傳統 從當時延續到現在 那麼一年一度的耶誕節 大家都好期待 不過全美現在 卻遭到一世紀一次的炸彈氣旋的影響 將會引來40年來最寒冷的耶誕節 大雪 狂風 酷寒三大威脅之下 美國各州都出現害人的畫面 不僅因為暴雪的能見度實在太低了 導致公路50多台轎車是連環狀 市區也淹大水 讓美國150萬人沒有電可以用 公路關閉 數以千次的航班全部都取消 全部都打亂了美國民眾 他們耶誕返鄉 團聚的相關行程 狂風暴雪襲擊美東 能見度幾乎等於0 炸彈氣旋 威力驚人 一陣大雪過後 民眾拍到積雪竟然有輪胎高 完全是電影明天過後的場景 一位蒙大拿州的民眾挽起勞梗 將剛剛燒開的滾水往空中潑灑出去 結果當場秒變冰線化成一道白雾 但事實上 美國中西部的氣溫低到可能致命 溫度顯示華氏零下14度 大約是攝氏零下25度 美國從西岸到東岸冷到暴 首都華府可能出現破紀錄低溫 全美多數機場也無法運作 超過5000架次航班全部取消 也許多飛行機 也許多了 但這位飛行機 也許多5,000飛行機 已經完成了 我認為這位飛行機 有問題 會變成交換 跟人家 這位飛行機 這位飛行機 居然在其他地方 今度是派遍 快到快到處 海外 現在的飛行機 派遍 風格 拍攝 很快 在北京 看到海外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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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纽约市不但预期会是自1989年 也就是30年来最冷的耶诞节 同时也将有强风以及洪水 纽约州长告知市民这是史诗级的灾难 千万不要出门 黄后区以及长岛都出现淹水情况 纽约在平安夜的气温 奏降到摄氏零下三度 除了洪水以及强风也可能造成停电 俄亥俄州因为天后发生50车连撞被拒 车辆因为刹车不及猛力撞击 成了高低起伏堆叠的车阵 这场车祸导致四人不幸罹难 当地交通大乱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法 天气警报发布范围涵盖美国大约七成人口 有2.4亿人受到影响 寒风效应将气温降到 知名的摄氏零下48度 绝对是令人难忘的史上最冷液胆结之一 综合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